消毒人員全副武裝 在警局來回清宵 地下室走廊 大廳 辦公室 甚至是電梯 無一不放過 仔細再仔細 就怕有個萬一 這裡是台北市行大 現在也精傳 遠景快篩陽性 行大大樓 弥漫緊繃氛圍 因為行大一名 家住萬華的 林姓小隊長 數天前感冒 就診後 醫生認為 沒有新冠肺炎症狀 服藥後也緩解了 沒想到5月20號 他上班突然發燒 晚上7點 趕緊前往快篩站檢測 一驗不得了 結果近視陽性反映 目前還在醫院 等待PCR檢驗 事發當晚 行大就緊急全動消毒 並通知與這名小隊長 同個辦公室的同仁 自主健康管理 全部請假停止上班 目前他們請假的 差不多有20位左右 本大隊目前也啟動 異地跟分流辦公的機制 來確保我們 本大隊的業務來推行 行大也持續針對小隊長 近日足跡及接觸者 做後續疫調清查 全力防堵 因為就怕遠景陷入 燃疫可能 民眾進出警局 恐怕心也不安 記得黃天耀 黃玉蘭 台北採訪某